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哥 欢迎来到我的音乐分享时间 今天是我的宝藏乐队第二期 说到宝藏乐队 不得不提上个月我去了一趟贵阳的银河祖安音乐节 那我本身就是冲了十个晴天去的 所以我的第一支乐队分享就是旅行新密封 从明山大哥之后再到喜欢上他们的歌 不断的考古 也因此为他们又添上了一层粉丝滤镜 在我还没有追十个晴天的时候 我确实不知道还有这样一支不另类摇滚乐队 甚至都不知道惊风欲露就是他们的歌 只觉得这首歌也太复古烂漫了吧 也有很多人评论他有种华语乐坛倒退三十年的美 而恰好九年代正好是我爸开歌舞厅的时候 充斥着五彩斑郎的灯光 旋转的disco球 我还记得我爸妈经常会带着我在舞台跳着龙马 所以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都会让我回忆起路在时光 还有一首他们早期的干鼠膜 干鼠膜 谐音 干什么 果然如他们自称是中国第一支谐音梗乐队 我就很喜欢这种拥有有趣灵魂的人 虽然是早期的作品 但是旋律和歌词都很有基点 两位主唱的声线真的非常清澈抓了 大哥的声音是越听越性感 同意的声音又非常的松弛 真的很搭 还要再夸夸同意啊 他们乐队的歌曲大部分都是他作曲的 旋律有一种超越他年龄的成熟度 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有才华 最后是我超级爱的一首《告别》 也是这次音乐节他们演唱的最后一首 不同于《告别爱要自带给人的沉重感》 这首是用轻咬光的方式去表达 尤其是后半段加入了《小浩军鼓》 这个编曲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 虽是告别 但因为《小浩和军鼓》自在的气氧感 反而有一种对未来的期待 所以我在现场听的时候一度很想流泪 下一支音乐队也许人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 但你一定听过这首《想去海边》 这两年只要去海边的视频 大部分都会选用这一首作为BGM 当然我也用过 下一个入星企划是一支属于夏天的乐队 正如乐队名字所暗示的 这是一场关于夏天的约会 是关于青春成长和探索的旅程 我很喜欢他们歌曲当中磅礴的生命力 也会让我更想去探索生活当中无限的朋友 我们丢在身后的时间 把那一首《极恶都市》是大郭非常喜欢的 雖然无法加油 热血又中傲 怠感又上头 所以我们经常会在开车的首听 那今年这首还被选为了 电影《九龙城战之围城》的宣传曲 赛博朋克感拉买 尤其在现场听的首非常过劲 而且组上《辉红》的唱功非常好 我觉得有一些乐队 你是一定要去到现场去感受他们魅力的 好了 今天这一期就暂时告一段落 虽然时间马上就要假期了 我准备再给大家出一期适合自驾时听的歌 大家记得点赞评论收藏起来 有大家的支持才会让我更有动力出更多的视频哦